大家好,大家晚安 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我是包雷 我们呢,这一次口才班已经上到最后一堂课了 那我相信很多第一次来上这个课程的人都跟我一样 讲话可能是有一点心理障碍,诸如此类 可能比较怕上台 那我不知道大家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到找到这里的第一次的同学 我呢,是上网找,查Google 第一个就是我们李后昌老师的班 然后我一问,四五十个人很多 其实坊间没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同学的口才班 我相信那时候得想 既然这个网路上第一条就是李后昌老师 那又有这么多学员 代表李后昌老师一定非常好,非常优秀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么单纯 直到我过来了,报了,李后昌老师说 没关系,你怕,你就上台来讲 我一定要帮助你克服这个心理的障碍 那我就非常相信李后昌老师,我就过来了 那也是真的,我上了这么多堂课 很有感触 李后昌老师这样教导我们 那有一些这方式 比如说看一下大家上台前不要太紧张 那接下来我就去青海做了一个推广会 下面一百多个人 我也真的敢拿这个麦克风了 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因为有李后昌老师 才会让我有今天的我 那接下来我们就欢迎这个 我的导师 让我克服心理障碍的这位老师 李后昌老师,请您上台 大家好 我的心里